如开挂般的存在 庞国星战斗小组 1962年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分为 东线和西线两个战场 东线战场主要由 藏自419部队 步兵55师 步兵11师担负主要作战任务 根据战前部署 步兵55师主攻西山口 深格 当面之地为印军第62旅西克族联队主力 西克族联队全部为 印度当地风俗上豪狠斗勇的 西克族人组成 得到一个拥有24门 榴弹炮的第5炮兵团支援 1962年 11月18日65时分 55师163团 九连队西山口东北 无名高地之敌实施攻击 九连二排四班副班长庞国星 跟随所在连队的十人 投弹小组投完所有的手榴弹后 参与追击作战 随后因大雾弥漫迷失方向 但继续想发出枪炮声的方向前进 遇到三名同样失散的九连二排六班战士 阮福林 王世军和八班副班长周文轩 四人决定组成一个临时战斗小组 由庞国星任组长 并领导其余三人继续战斗 四人分别装备有两支56冲 两支56班 当日七时许 庞国星战斗小组首次遇敌 在西山口附近发现 敌军一个炮兵阵地正在向55师进攻部队射击 战斗小组决定拿下此阵地 显兵分两路分别从正面和侧翼发起冲击 谁曾想印军竟然一击击溃并迅速逃离 导致我军仅击击毙印军炮首一名 但缴获了三门榴弹炮 另一门炮在印军拖掖 逃离过程中翻入悬崖 导致炮毁人亡 九十许 战斗小组第三次战斗 突击了另一个炮兵阵地 又缴获四门榴弹炮 战后查证为印军第五炮兵团一部 此后战斗小组中的八班副班长周文轩 战士失去联系 后顺利归队 庞国兴带领剩余的两人继续参加战斗 连续战斗十五个小时 查入印军阵地纵深七点五公里 历经五战 夺取并摧毁印军阵地两处 击毙敌一 二级准备以下印军官兵七名 缴获火炮七门 还有八门榴弹炮则在逃跑途中落入悬崖 成为废铁以及摔死的印军 不算入内 炮对镜 望远镜各四副 推土机 汽车各两台 为主力部队开辟道路向敌纵深发展 做出了贡献 自己则毫发无伤 唯一的遗憾是敌军逃跑速度过快 没能大量消灭敌军有生力量 事后庞国兴荣立一等功 其余三人荣立二等功 庞国兴还于1963年 荣获国防部授予的机动灵活 孤胆作战战斗英雄称号 并当选第三届人大代表